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起鼓之上 我是黄培硕 我们今天涨221点 盘中涨到334点 那这个结构呢 这个从这地方开始 一阶一阶一阶往上跳 昨晚跟你谈到 我说习货的部分有一点点破线 可是现货没有 现货没有 现货你看它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比较明显 它跟这3月19号建低点以后 反弹上来一段两段 然后这一段是有个小的12345 这么一组 然后整理完以后 这个地方开始一阶一阶跳上来 那昨天我跟你谈到说 其实它也没有破线 我说这个地方这一段 这一段往上推动了 一阶一阶跳上去 确认说它这一阶结束 在脉弄结束是有两个缺人 一个是说它跌破了 跌破了上升轨道 昨天其货有一点点 一点点 还不是很明显 现货的部分没有 现货的部分没有 那另外一个结构就是说 它来到这个地方重叠 现货也没有 其货也重叠一点点 其货那个地方10197 昨天有打到10161 可是也有一点点 一点点 然后就又往上走 所以这种结构 当然现在去研判说 它马上要拉回来 要研射过早 因为你至少这个期限 目前是还没有跌破 还没有跌破 那当然这一段走完 当然有它相对的意义 之前我们是主张 主张说从这个地方 这边一段两段 然后这三段 然后整理完 这个第五段 我说这个第五段 还是要让它走完 一阶一阶的结构 它没有破那个线 是要确认说它走完 是研射过早 那这一段走完 其实我是判断说 这样的结构 是比较有机会说 比较大幅度的拉回 对不对 可是至少你要让它 这一段走完 那目前这个结构 它还是没有破线 还是没有破线 那一阶一阶往上跳 都持续创高 这个地方跳一阶 然后又跳一阶 然后又跳一阶 今天又跳一阶 这个结构 当然我们现在这段 还是先短线应对 所以其货的部分 我说这个3月18号 是关键 我说这一段很重要 这一段从1150一下来 这一段如果完整以后 就有机会强弹 那这个差一段 3月18号 3月19号就来 那这一段下1000点 8268 那这是完整 好这3月19号 当天的目前是最低 8268 那现货是8523 这个是目前最低 我说这结构完整 这段结构完整 特别你不要看 这一段3000点 你不要看这15分钟线 那个短短的 那一段是3000点 那完整以后 它开始强弹 确实也从这地方一路弹 特别一路弹 一路弹 那弹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说如果它一个横台 比较久 那有可能是这个AV 然后再整理完很久 才会往上 那没有 它直接往上拉 所以我说 要定12345的结构 然后一路往上推 好这细微盘一直要给你推 其实像这个第五波 我一直没有定它的位阶出来 有没有 我写这个第五波 可是我并没有去定它12345 有没有 这个结构 这个昨天有稍微定一下 昨天 我说它有点破线 当然这个破线 你那一点点 我说线化还是没有 那如果这样主张 你要懂得去应对进退 你要懂得去应对进退 你这个结构 好 那今天又要跳上A级的 对不对 昨天有破一点点 破一点点 可是这没有有效跌破 好 那今天结构长这样了 特别这今天重点来 这今天4月17号 我说这一段 这一段已经追踪过了 它五段跌完 这段完整以后 开始从这地方开始 现在从8268 接到10669 10669 已经谈了2400点 怎么已经谈了2400点 刚刚好 这669 这个8268 刚好2400点 2400多一点 10669 2401 怎么8268 我几乎又躺到这个地方来了 当然这个还有一段 这11501 这11501 这10669 还有900点 8900点 好不管 你现在也不要管它这一段 你看它这个结构 现在目前 我现在追踪这一段 这一段很重要 你这边这一段比较完整 这一段我说 从这地方 从这地方 现在来看 如果你就从这地方 你是12345 这个意思是重叠到 这个意思从 从一点点 一点还可以接受 那这个地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没有 这个地方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还没有 也还没有 所以 这种架构 就回到刚刚跟你谈的 这个轨道也都没有破坏掉 就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都还没有到说 确认它 大概反弹结束 我说不是弹得很高 现在其实弹得高不高 其实弹得很高 弹得很高 可是弹得很高 是不是说弹高以后 就是就已经见高点 未必 我说它要完整架构 要完整结构 那这个结构 怎么完整 你如果从这里穿 当然没有完整 那是七段而已 那只好走九段 你这个三角收入 从这里的话 是有机会 一二三四五段 所以这个地方 比较模拟两可 我们讲坦白话 一直我都没有 把这一段的结构 因为只要出现这种架构 我都不会去把它标示 它就一定 不会说去把它确认标示 当然我们心中会有主张 那你做这样的主张的话 你就是一定要有所本 那照这样去操作 一定要进退有据 进有据 我照这样主张 我要这样做 退有据 它结构有变化 那第一时间你就要很清楚 我说这个要 操作你一定要有所本 要有所本 那目前 目前这个结构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它这种结构 总有大概一个 它就这样 黏黏黏黏黏黏 一直黏黏黏上去 确实有没有很大拉回 都没有 可不过你看哦 从开始建低点 它有没有很大拉回 没有 只有这个比较拉回 这个就是一个横台升 因为这个已经涨高了 在那边横台升 所以这看起来比较大拉回 可是事实上 相对应比例是没有 只有这里比较大拉回 因为它推一个 只跌推上去 一个压回 这最后一个低点 再来就上去就很高 很高以后就变成横台 然后就又上去 又横台 又上去又横台 一接一接啦 好那这个结构 目前最后这个卖动 这个结构是蛮黏的 那个棉就一路这样 反复震荡 然后拉回都不多 不多 然后又又过高 拉回又不多 不多又过高 所以这个结构呢 我一直迟迟啊 没有去把它很精 把它位阶把它精准定位 我是把它定位 比如说这一段啊 这一段 这一段一直在追踪 重结构 它前波地前波地都没有破 也都没破 又过高 一路过高过高过高 前波地都不会破 这个结构如果它能够 吃一样手 其实又会走一段时间 会走一段时间 那这个结构是比较难应对 可是你要把它厘清 还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很清楚的 去面对 你操作你就是一定要应对 一定要懂得去应对 你这个结构它就长这样 这是事实啊 这是事实 它不像说落地 然后一个哇 N字形 然后又很快下来 一个很正常的一个 N字形N字形 它变成就远看 就是一个平台 它不是 它就粘上去的架构 那你那些结构 你就是这个要认清 它就是这种结构 你也没办法改变它 那没办法改变它 你就要去适应它 这个结构大概就长这样 一波不过高 一波会不会拉回 都会拉回 都会拉回 会拉回 前波又没破 然后又慢慢回上连 好 说实在这个结构 当然个股没有影响 因为个股就是个股表现 指数的部分 特别是这个指数的部分 如果你说你沿路 因为谈的已经很够高了 你一路要做空单 然后又不懂得射停鼠 那会比较惨 特别那会比较惨 那我们是都会做 都有做 不管做哪个单 都还是要懂得去应对进退 那你过度去追高都不行 过度杀地都不行 像今天你又过度去追 追在最高以后 他又杀下来快两百点 杀下去以后 又过度追低也不行 所以其实还是 回到之前的谈 其实他这个一年年年年 当然以现在来看 这个是已经马后炮了 逢低来买会比较顺势 逢低来买会比较 那你逢高空 你要懂得应对也还可以 都还是有空间 当然目前看来 逢低买是 这一段 逢低买是他比较顺势 比较顺势 那重点是他的那个拉回 那么他的那个拉回幅度都不大 幅度都不大 你要找那个切入点 第一个不是那么容易 第二个你要很果断 要很果断 否则不容易操作 我们讲坦白话 是这样 那可是不容易操作也没关系 你还要懂得要保护自己 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 这是目前齐全的部分 现在目前长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说坦白话 比较有他的难度在 比较有他的难度在 可是他结构就走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比较属于 比较难操作的一个波形 走出来就是这样 还是要去认清 然后去适应他 通过去适应他 这是其全的部分 通过有兴趣认同理念的 幻力跟上我们脚步 我说那个结构 我们在分析 绝对不会空口说白话 都是要有所本 然后他给我们什么讯息 我们跟你做什么样的分析 那个分析都分析要往后 比如说你看到这张图 这是今天的 那你做这样什么分析 我们判断他这个结构 你要马上要下来 其实还是有他相对的难度在 还是有他相对的难度在 他现在一个一个黏 一个是黏的 除了说美股 因为美股现在又在反弹 又在创高 今天电子盘又是在创高 那NASDA一路在创高 其实道琼是没有 电子盘的部分 像昨天就相对 那道琼就相对弱很多 NASDA是一路的往上攻了 那攻到一半他 道琼攻不上去 他还是又跑回来 跑回来 其实昨天是没什么变动 说坦白话 是今天的电子盘 哇好像疫情的那个发现 好像感觉有解药 感觉有解药 还可以 还可以有意料效果可以很好 当然这个 我们不晓得是真的还假的 那至少有这个消息出来 哇电子盘大涨特涨 然后带动台股今天才有办法涨那么多 否则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事情 其实美股昨天的表现是有点开高走低 然后震荡 那台股今天就不会那么强 那电子盘拉上去 当然就跟着上去 跟着上去的结构 其实他今天跟着上去的结构也太强了 所以开得太高他还是会压回 开得太高他还是会压回来 压回来撑住 还撑住 但是你知道还是一样这个结构 还是一样这个结构 这期权的部分 当然这个我刚才坦白给大家 这个它的架构 它的那种细微波的脉动 有它的相对难度 我们尽量去把它解析出来 尽量去把它解析出来 这期权的部分 有兴趣认同理念的 欢迎跟上我们脚步 欢迎跟上我们脚步 好 那我们谈到个股的部分 那画面这个右下角的QR Code 欢迎你手机扫描 你把它按加入就可以了 那是我们免费的这个Lite Aid的群组 免费的这个Lite Aid群组 我每天都会写一篇那个磐式解析 然后复图解说 那磐式怎么样变化呢 大概都会讲在前面 都会讲在前面 那时候放一些个股的部分 这个是你把它按加入就可以了 扫描按加入 是免费的Lite Aid群组 免费的Lite Aid群组 欢迎你的加入 欢迎加入 好 个股的部分 那么个股的部分 一样 现阶段我们还是 像之前昨天他说 如果说他有拉回 我们个股有些是 还是没有出就没有出 不一定 有些你要懂得去调节 调节 有的就是他抽高 你就是先获利落袋 他有时候价差还很大 像今天的815的脖子就是这样 你不落袋 他拉回来很深 那个都有价差 都有价差 那重点是 不管什么样的磐式结构 我说重点都是 你还是要懂得去趋吉避凶 那我说这一段 如果说他有拉回 跟之前这个不一样 这个一定要势必要出清 这个也都要出清 有没有 昨天可以谈到 这个地方如果说 可能他有机会拉回 我们不必出清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拉回 他是已经推了五小段 你要马上去彻底 可能性很低 微乎其微 那在那个高档震荡 可能性是最高 也就是说 你就算这一段走完 他还有一个次第四上去 然后还有这一区 所以他那个幅度都还OK 你个股选的好 都不用跑没有关系 不用说去全面性的出清 全部空手不必 你还选股票把它留着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重点是这一段你要避开 要短短的这一段一千多点 差不多这一千多点 你所有股票都 最少最少一个人 因为那一天几乎全部跌停板 新春看完盘第一天 3月1月30号 全部都跌停 所以你要在封关那天 就一定要出清 封关那天1月20 我们全部空手 差不多就完全避开了 这就完全避开了 那新春看完盘再来 那这第一个避开就这一段 这一段一定要避开 这一段避开完以后 这一段避开完以后 你这里可以做很久很久 那我们事实是这样做 事实是这样做 好 那个地方我们算计也是做了很久 对不对 那完了以后这一段 那更要避开 如果你这一段没有避开 大概所有股票都应该 都至少都30% 30 40%有的都腰斩的 你那边避开 你这一段怎么反弹啊 完全没有你的份 因为你这套太深了 完全在那边等解套 那能不能解得套 我说有些是 像我之前常常跟你讲的 2327的国具 你看哦 他现在弹到这里来 有没有解套 没有啊 他说这个地方杀下来 这个地方我不是跟你说 V波V波 你很多个股 他是整个偏空投下来的 你也要解套没有 大牌已经弹到快上来了 他这个有没有 还连这个景点都还没有 还差很远 所以你变成说 你就是 只要那一段套住啊 你其实后面就 有点难度了 头部这一段就会有点难度 因为你这套太深了 你就是要懂得避开 我们全部都避开 避得非常的好 这都不是空口说白 然后全国会员都可以做见证 这一段 对不对 那完了以后才又开始买 所以我说什么时间 什么timing 要去把钱拿回来放口袋 什么timing 全力再冲进去 那个节奏你要踩对 那个节奏你踩不对的话 尤其是那一段很伤很伤 头部这一段很伤 你不要再讲一些什么标普不标普 那通通没有用 通通没有用 就是一定会受伤 那只要一旦受伤 现在的反弹就 大概就没有你的份 就操作就不会怎么样 不会顺畅了 头部就不会顺畅 所以是重点 这个避开是重点 好 那来我们谈到8155的博智 10月15号跟你谈 我说这个有机会 你这边谈到年数 有机会直接走第五段 所以我们又买它 买它怎么样 买它不错 昨天亮灯暂停 从来173.5 亮灯 那天又恭喜 续报 今天又从来183 哇拉回来159 那当然你要懂得高麦 确实我们也逢高 把它获利落带 确实也不错 那你落带完 你看它拉下来很深 这一根 哇这个拉下来很深 那你老是第五段冲出去了吗 如果是这样结构 持续拉回来 其实那第五段是还没走 它变成说 这只是在整理而已 它只是一个整理一个A 然后这个BB穿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这个一下可能 这很机会就破底了 那你就要等 要等一段时间了 那这变成说发球权 我们先掌握在这些手中 你如果买在这个地方 就我们买在158左右 你这金材力 这样还可以赚呢 还可以赚20 对不对 加20块 那你没有 你这边下来不得了不行啊 你这个 因为它现在一点点 如果说第五段 老是说第五段这样 一点点不像 当然 当然有机会不像 那变成说它 暂时这第五段还没走 只是B波反弹而已 那这B波反弹上去 它是过高哦 穿头哦 那小C下来可能就有机会破底哦 对不对 就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 我说 这边是一个A 然后这个B上来 它过了嘛 好今天来183 这支援高点174 有没有 那如果直接走 它不应该不应该 今天会拉得那么深 你如果 很有可能是第五段还没走 那还没走 就是说 因为这个地方整理得很简单 这个地方如果说 它比较富士的整理 那不得了 一个A一个B 过高一点 C下来以后才是买点 好那这些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掌握发球权拿回来 我们就自己到时候再观察了嘛 这是重点 可是如果说啦 如果说万一你套在高档 比如说 你套在这个高 你今天早上去追那不得了 追在180以上那不得了 那今天一套的话 可能砍不下去了 你当然瞬间砍掉那OK 你没有的话 那可能万一整个又下一个小溪波 那不得了 那肯定改天 万一这个溪波下来 你一定会受不了 那又破了 完蛋 所以那个节奏你要踩对 那个节奏你要踩对 我们今天也逢高吧 先获利把档 先获利把档 这是815的脖子 815的脖子 好 那我们的弹性 那2458的翼龙殿 这边有一组比较明显 大概这个结构 是一个出生段没有问题的 一个ABC整理 好这边又一段 那整理又是一个整理 当然这个有机会 应该就有这个第五波 老师这个地 因为这个第五波 当然这个ABC如果整理完 第五波就走 有时候如果说 大盘在那边混来混去 他一样这个第四波 都还是可以接受 所以你要看他能不能正式推 如果不能正式推 还是要怎么样 他有时候先暂时 还是区间这样 可是他第五波 我判断还是 应该是有机会走出来 只是说时间问题 是不是这一次走 是不是这一次走 这个是重点 好是不是这一次就开始走 有机会嘛 对不对 好那如果没有 万一这个第四波 还要在那边整理 复式的整理 这是三段已经整理 其实也差不多 如果再一个复式整理 那不得了 那个整理的时间就要很久 所以这就是你怎么样 进有俱退 你操作要有所本 有所本 你才会懂得去怎么应对进退 2458一龙电 我们跟你谈 那么我们跟你谈一龙电 是不是他今天掌铃板没有 好不是因为他今天掌铃板 我们拿来这边谈 而是他整个结构未接 他后面的营运动能 确实一直有出来 好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 他的结构 他的结构 这个结构 这个地方整理 当然这是很大幅 特别这是日线 这时间很长 很长 当然这如果一出去的话 当然是很有机会 很有机会 那我跟你开心 好像短短的 其实这是周线 特别这时间很久 这时间很久 这是2458一龙电 这个这一波第五波 我判断它是没有问题 能走 可以走出去 是哪个timing的时间走 哪个timing来走 这个比较重点 这是2458的一龙电 2458一龙电 好 我们看这个3006的金豪克 特别这样的股票 其实之前是非常的温吞 那因为它近期 特别近期很明显的 特别很明显的 你注意看它 它那个整个营运动能 特别确实这个营运动能 是真的是大幅度出来 特别这一二三月 这一二月是淡月 它还是都成长 YLY都还是大幅度成长 那这个东西反映在EPS 这个当然第一季 就比第三季好了 头发这个第一季 又比去年第四季好了 去年第四季 还有0.73不错 这还有意外损失可能不止 搞不好0.8 你看这才30亿 赚了0.8 这边32亿才0.29 有没有 也没有意外损失 没有 所以重点是什么 头发重点来了 毛利 重点来了 头发重点来了 它的毛利确实一直上来 那你毛利上来 那个营运动能又上来 那这股价怎么样 应该就要还它公道 重点是这段股票 还在相对低点 还在相对 头发你看所有股票的位阶 这个股票位阶相对是很低很低 相对是很低很低 3006的金豪科 这几年来也从来没有涨过 头发这几年来也从来没涨过 我给你看它的周线图 这几年来 这是周线图 长期的周线图 这几年来这股票几乎从来没涨过 真正如果说这股票 它整个营运动能有转机 它是真正从底部出发的个股 是值得报一个比较大的波段的个股 是值得报一个比较大的波段的个股 所以如果说像现阶段 我们去挑到这个股票 我认为是相当的怎么样 相当的值得相当的棒的一个标的 重点是它那个营运动能要持续出来 确实有没有出来 有出来 EPS有没有 有 以前就是卡在没有营运动能 就算有营收 EPS都出不来 毛利率上来了 头发这是一个重点 毛利率上来了 那是不是一个起步 很有机会 头发很有机会 那好 这个结构 这本来底部在这边 它其实这些都在整理 这也是周线 它一个破底翻的结构 很标准 头发这应该是一个很标准的破底翻的结构 3006经好科 整个长线的架构 我认为是绝对没有问题 当然是短线买点的问题 短线买点的问题 可是那整个长线的结构 我认为这股票以现阶段来讲 是很棒很棒的一个标的 是很棒很棒的一个标的 我很重要 我再讲两次 3006经好科 头发这是30 因为它位置相对低 头发是相对很低 很有机会它是一个破底翻的结构 是一个破底翻的结构 好 然后它旺细来 4月6号我们讲它是至少ABC 所以我们先做这一段 确实有没有上去 有 我们上去 它上去到这边至少 上去了我们获利 那又拉回来 那我们判断这个结构 它应该至少12345 有没有 果然它又上了 昨天又涨了5.6% 今天又涨到 今天又涨到65.4 有没有6223旺细 这些都是分析在前面 分析在前面 你至少也是按机率操作 也是可以怎么样 浪费你赚钱 虽然说不是像那种 很标的科目 可是至少赚得很扎实 差不多赚得很扎实 6223的旺细 有没有 这个结构 这个架 这个结构 那当然现在第五段在走 正在走 那是不是马上结束 当然这还可以报 我认为是还可以报 这是623的旺细 好 这个结构 先不太够讲快点 这个之前跟你谈过 应该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破底翻结构 观察中也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推动的形态往上 宇峻的话 也是有机会走这个第五波 它这个地方也都能够守住 这个地方也都能够守住 好 那像这个红杠 我说这个地方你不要追 至少来这一区 有没有来 特别有没有来 你看 那天冲要795 我说你不要追 隔天就剩下695 今天打跌停66.6 62.2 有没有 不是来了吗 对不对 不是来了吗 有没有 这个架构时间不太够了 我说来个股的部分 一定要怎么样 中规中矩的精选 就是精简要精选 然后中规中矩做 这样才会是真的赢家 你认同里面的 欢迎跟上脚步 我们先休息一下 拨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拨浪理论 首创进化拨浪 更胜拨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军船线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旅行人不做期货 期货是最佳避险工具 运达投顾 02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得家啦 即日起升装 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 运达投顾App 货店022-2781-0909 2781-0909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 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 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酒驾零楼院 内政部警察罚 欢迎您 欢迎大家节目 等会儿这个架构呢 我说他现在谈了这一段 主要是用这一段 这一段的结构蛮黏的 等会儿你看它细微迈动 一波一波一阵 一阶一阶的跳上来 一阶一跳上来 当然这个结构有它的难度 可是我们也想办法把它厘清 有点结构要厘清 结构要厘清才有钱赚 结构要厘清才有钱赚 欢迎你手机扫描QR Code 教我们免费的这个Light Air群组 我说只有出事伙伴 才可以帮助你看到远大的宏图 祝大家周末愉快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创意比赛 创意比赛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甚波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君生线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起货 起货是最佳必选工具 运达起步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 好看人在这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 头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又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部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